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阳日年年敬老时 重阳佳节由来已久 它不仅仅只有敬老爱老一个传统 那么背后是有很多的风俗的 我们首先来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家庭 欢迎大家 我是南京人 那我就在今天一个特殊的日子 用南京话给大家送一段祝福 这个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从阳节快乐 好好听啊 太棒了 太棒了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祝大家万事如意 天天开心 太棒了 讲得太好了 欢迎你们 好 来 我们的张青老师家庭 我叫张青 我是杭州人 那么我在这儿呢 用杭州话来祝大家 中阳节快乐 我旁边这位呢 是我的妈妈 今年呢 83岁了 这个 祝大家呢 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欢迎 欢迎老人家 欢迎你 我是王楠 我是北京人 我预祝天下的父母 都身体健康 瘦比南山 好 今天大家呢 欢聚一堂啊 我们一起呢 从传统节日的风俗当中呢 来体会养生的智慧 来过一个不一样的重阳节 那么接下来呢 为大家呢 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专家老师 我们掌声欢迎 来自北京中医奥大学的 陈子杰副教授 欢迎陈教授 你好 陈教授 大家好 呦 这个带的是什么呀 今天重阳节 我可没有空手而来啊 给在座的各位 带来了我们重阳节 最好的礼物 猪鱼香囊 太好了 大家来 看一个 给您一个 大的 谢谢您 谢谢 好 太好了 来来来 这个太好看了 小朋友 你也看一看 眼睛都直了 谢谢您 来来来 给大朋友 给他头发了 谢谢 谢谢 您这太客气了 来就来 还带了这么多礼物 确实是惊喜 这个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装的是猪鱼 便插猪鱼 少一人的猪鱼 对 您为什么要带这样的猪鱼香囊呢 因为今天重阳节啊 在猪鱼香囊 也是我们重阳节 由来已久的一个习俗 在王维的这个诗里面 我估计大家都 非常耳闻能详的 独在异乡为异客 所以在这首诗里面 就描述了我们在重阳节里面 非常重要的两个习俗 一个是灯高 一个就是插猪鱼 所以你看 这个猪鱼小锦囊啊 是陈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礼物 现在要考考大家了 大家知道重阳节 原于什么时候吗 我觉得应该是在唐朝以前 为什么呀 玉童小朋友 因为王维不是唐朝诗人吗 对的 如果没有 这个重阳节 也不可能会有这首诗 所以我就觉得 应该是在唐朝以前 好的 玉童小朋友说得对吗 陈教授 小朋友太浴血冰葱了 说得非常正确 在这里呢 我也给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重阳节的历史 在这里 我们首先要明确地一下 就是节气和节日的不同 节气呢 我们一般都说是自然节气 它是我们古人 在长期的日常生活观察当中 从气象 物象 所总结出来的 一些气候的这种变化 所以我们叫做自然节气 节日呢 我们一般都叫传统节日 说明它是在长期的 日常生活当中 所积累出来的一个 明确出来的一个节日 那么在我们的历史过程当中呢 重阳这个词是很早就出现了 在我们的处词当中呢 就有关于重阳的这个记载 当时这个重阳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天有九重的意思 阳为天呀 天有九重 所以叫做重阳 而与此同时呢 我们在吕氏春秋当中呢 也曾经记载过一个事情 那就是在农历九月的时候 我们呢 由于万物分收 所以老百姓们呢 就想开始祭祀上天 因为明以实为天呀 我们得感谢天地 给了我们这么好的食物 使我们得以很好的生存下去 所以在吕氏春秋当中呢 就有了关于九月 我们要展开相关祭祀活动的 这种记载 等到了汉代以后呢 据相关的记载呢 在汉代以后 我们把这个祭祀活动的这个日期 就定在了九月九日 而且还出现了很多的习俗 像灯膏啊 带猪鱼啊 还有喝菊花酒啊 这一系列的这种庆祝活动 等到了唐代以后 崇阳节就成为了一个正式的节日 给确定下来 所以我们在看唐诗的时候 除了王维的这一首诗 还有很多的这个诗歌 都是描述崇阳节的 那么我们朱鱼啊 在这个崇阳节的出镜率是非常高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对于猪鱼的这一个说法呢 在早先的时候啊 大家都认为 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中药 无猪鱼 这个无猪鱼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大家可以闻一闻这个香囊的味道 闻一下以后可以说一说感受 好像有醒脑的作用 闻完了以后 感觉就穿进去了 反正脑袋就 一下子感觉很清爽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把这香囊都给拆开 瞧 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这样像小籽一样的 这个就是猪鱼 对 这是无猪鱼 这是无猪鱼 对 其实在我们中药学里面呢 有两种猪鱼 一种是无猪鱼 一种是山猪鱼 无猪鱼经过炮制以后 就变成了 您手里拿的那个颜色了 那我们变差猪鱼少一人的猪鱼 是什么猪鱼 早先呢 我们一直以为啊 这个变差猪鱼少一人的呢 应该是无猪鱼 因为无猪鱼 心 热 而且芳香走串 戴在身上的时候呢 有很好的辟邪的作用 所以有人就把它称为辟邪温 你看看称呼得多好啊 但是呢 后来呢 学术界又有争议 说呢 这个猪鱼呢 在中药学里面 还有一个山猪鱼 这个山猪鱼呢 和无猪鱼呢 两者也确实是有共通之处 它们呢 大多都是在秋季开始采收的 也都是成熟的果实 只不过具体的形状是有所不一样的 因为山猪鱼在北方多 无猪鱼在南方多 于是呢 有人就说了 根据王伟所出的这个地点 所以呢 认为这个王伟所说的 诗中所说的这个猪鱼呢 应该是山猪鱼 但是呢 从我们重阳节的这个习俗上来看的话 因为山猪鱼没有明显的外用的这个效果 而无猪鱼 刚才大家已经闻过了 有很浓烈的辛香之味 它可以芳香辟会去分鞋 所以佩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 还是以无猪鱼比较好 我看您带来了这个两盘 这是经过炮制之后的 这个就是山猪鱼 山猪鱼 对 就是旁边的这个小红柿 右边这个樱桃 像樱桃一样 对 它比樱桃小多了 小籽 小籽 在我看来就是葡萄干嘛 是啊 从美观上来看的话 这个山猪鱼 这种小红果 它在身上应该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为了美观的时候呢 你拆一个山猪鱼 为了药效 为了养生 咱佩戴一个无猪鱼 咱们的井囊里是无猪鱼 装的是无猪鱼 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个呢就可以借助无猪鱼的这个新温大热 芳香来驱虫 驱虫 你要知道秋天啊 这些蚊虫啊 也是盯一口试一口的时候 非常猛烈啊 所以把这个无猪鱼戴在身上 有很好的驱虫必分的效果 除了驱虫以外呢 无猪鱼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它的大热的这个作用呢 能够有很好的散寒止痛的这种作用 散寒止痛 也就是说我们随身带了一个暖宝 可以这么来理解 天越来越凉了 对不对 对 秋高气爽了 而且呢 早晚呢 会比较的寒凉一些 是 比方说秋天到了 天气开始转凉 如果我们吃了不合适的东西 就会出现虚寒性的这种腐痛 或者恶腻 我们就可以拿无猪鱼 来配相应的方剂来进行治疗 像这个无猪鱼汤啊 用无猪鱼 生姜 人参 大枣 可以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 另外呢 在我们的女同志里面 一受凉了 是不是容易出现痛经呀 对的 所以无猪鱼也在东汉时期 就已经很早用于 我们妇科疾病的治疗当中了 然后呢 无猪鱼呢 对于女同志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什么样的作用啊 可以疏干下气 所以当女同志比较生气的时候 气得大嗝 不想吃饭的时候 我们用无猪鱼 所以无猪鱼在我们中药学上的运用 还是非常之广泛的 很好的一味药材 用在我们重阳这个节日里面呢 也是非常好的 那山猪鱼呢 在我们的中药名方当中出现了多吗 也很多 山猪鱼呢 估计出现的时候呢 最耳闻能详的就是大家 在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 六位帝皇丸了 我们曾经有一句顺口溜 叫做有事没事 六位帝皇 所以这个六位帝皇 我估计在座的各位嘉宾 是不是也都接触过呀 可能也都吃过吧 大家伙都知道 六位帝皇丸 也是非常熟悉的 对 经典的名方 这里面呢 就有山猪鱼 山猪鱼呢 有很好的收敛 顾色 补益 干肾的作用 所以用在这个名方里面呢 也可以发挥它相应的补益的作用 当然了 大家也知道补益的药物呢 往往也会有一个弊端 比方说你身体有邪气的时候 你一补就把它给脸住了 但是山鱼肉呢 在补益药里面呢 有它的独特之性 虽然它是比较酸涩 但是呢 有些益家认为 它是能够干什么呢 补益不脸邪 所以在我们的像 宜金呀 还有我们的这种 月金过多的这种情况之下呀 我们都可以酌情地来选用山鱼肉 来进行身体上的调理 这个山鱼肉呢 你要品尝的话 你就会发现浓浓的这个酸味啊 这种酸色 但是呢 山鱼肉一般都是用在内科方机当中 很少外用 这也是它跟无猪鱼的一个区别 无猪鱼既可以外用佩戴 也可以内服汤药 试用范围更广 所以便差猪鱼少一人的这个猪鱼呢 如果从外用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还是以无猪鱼是最为恰当的 明白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 安身补脑叶独家冠名播出 除了我们便差猪鱼的猪鱼 这个风俗之外 您的家乡还有什么样的风俗 我的家乡在重阳节的时候 最热闹的就是赏菊花 有一句话叫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小时候 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就去赏菊 菊花它不但是可以看 而且它还浑身都是宝 完了呢我们那个时候呢 除了赏菊 我们还会把那个菊花做成酒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们爬山登高 完了累了 就在草地上 父母会拿出菊花酒 还有各种的糕点 哇那个记忆真的好幸福 我今天呢也带了那个酒 带了酒了 对啊对啊 菊花酒菊花那样的酒啊 是啊是啊 因为我觉得只有在重阳节的时候啊 喝这个菊花酒就特别有意义 哎呦您那个太雅致了 来来来您先请 您您先请 谢谢您 哎 来 哎拿一个 尝一下 啊 好我也来一杯 哎 一定要来一杯的 挺清香的 对吧 小朋友不义酒 来小朋友不义饮酒 就给妈妈了 小朋友闻一闻就可以了 很清香 来妈 谢谢 闻得到菊花的味道 你觉得好闻吗 还有点甜味感 甜味啊 就是说你在喝这个酒的时候 那种菊花的香味啊 我记忆忧心小时候 最高兴的时候 就撒花的在外面玩着 看着大人喝的菊花酒 我们就闻一下 有时候会拿那个筷子啊 老人会点一点 我外婆会酿这个菊花酒吗 然后到了那一天 她就会拿个筷子 过来 你尝尝 就拿筷子点一下 这都是童年的回忆啊 对 突然端起这一杯酒 想起了孟浩然的诗句 何当再酒来 共醉重阳节 对 把这一杯酒献给您 谢谢九哥 请您品尝 赏菊 饮菊花酒 那么这个菊花与我们的重阳节 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您从中医的角度来给我们看看 是不是也有养生智慧在里面 菊花绝对是重阳节里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刚才嘉宾们已经说了菊花酒的这个传统啊 看到菊花的这种感受啊 其实呢 我也想到了一首诗 孟浩然所写的《过妇人庄》 她说了 开宣面长谱 把酒化丧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救菊花 就讲到了在重阳节的时候 菊花的独特的这种魅力 那么从我们中医养生角度里面来看到这个菊花的时候呢 又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在秋天的时候呢 由于呢 万物开始凋零 树叶也开始 由青变黄开始掉落 所以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萧瑟的感觉 感觉到天气开始转冷了 我的情质也不高了 还有人就说了 秋分秋雨仇煞人啊 所以在秋季的时候 也是人情绪往往容易低落的时候 而在这个百花凋零的时刻呢 我们却能够看到菊花能够吟寒而怒放 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呀 给了我们一丝鼓励 给了我们一丝激励啊 我们应该学习它的这种向上的这种力量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菊花的一个原因 在这个万物凋零的时刻 我们赏一赏菊花 能够使自己心旷神怡 摆脱体内消极的这种情绪 以达到调神的这种目的 所以在重阳节观菊花呢 这是可以从我们的心情调理来入手的 在明清之际 赏菊就成为我们官方和民间 都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 清代陈梅的这一幅画 是《月曼清由图策之》 重阳赏菊 喜魏在这里面兴高采烈地赏着菊花 以达到身心愉悦的一个目的 当然了菊花呢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材 也是在我们中药养生学里面 普普解释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于 菊花的这种药方啊 记载啊这一系列的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菊花可以直接泡酒 这是它的一种用法 其实这个菊花从头到脚 都是可以用来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进行保健的 按照《本草纲目》里面的这种记载 菊花苗可树 我们可以当菜来吃 叶可措 我们可以干什么呀 把菊花叶当茶叶来泡茶 花可耳 在我们的一些广东地区的时候 可以拿这个菊花来做菊花糕 根食可药 囊枝可枕 我们把干燥了的菊花 放在枕头里面 尤其适宜于我们老年人 因为我们年纪大了 难免会有一些头晕呀 耳鸣啊 或者血压增高的这种情况呀 这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做一个 爱心的菊花枕头 尤其我们做晚辈的 在重阳节这个敬老的这个传统之下 我们给长辈做一个菊花枕头 我觉得绝对不亚于我们这个猪鱼香囊啊 我们呢在外科寿世方里面呢 也曾记载过一个菊花的一个功效 这个功效呢叫做明目退役 说明它在保护眼睛方面是非常之重要的 随着我们电脑产品的普及 大家呢没事就看电脑 然后呢看手机会导致我们视力的这种疲劳 那么菊花呢 则是一位非常好的护眼之品 我们也建议长期用电脑看手机的人呢 没事可以泡点菊花 缓解一下自己的视力疲劳 也可以达到相应的养生的一个效果 这个菊花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 在家里呢我们平常都怎么用啊 童童你喝不喝菊花茶啊 我们家一般都是拿那个菊花来做糕点 菊花糕 对 我本来就非常喜欢吃甜品 所以经常妈妈和阿婆都来 都给我做这个菊花糕 反正我也很喜欢吃 我们家泡茶了 主要是对 泡菊花茶 因为这北方吧 说是冬天就冷了 但是冬天的时候 屋里很热 暖气很足 所以喝点菊花茶去去火 里边呢我父亲爱加点枸杞 还加点山楂 对 加点山楂 现在我父亲让我还加点绝冰籽 因为我太胖了 所以每天泡点这个吧 还行 我觉得挺好的 挺清爽的 张青老师呢 我们因为是杭州生产菊花嘛 杭白菊 就是浙江这一带 用的那个菊花不但是泡茶 泡菊花酒 我们也会 刚才专家也讲了 做那个菊花枕头 还有一个就是拿菊花做烹饪 会放上一些很漂亮的菊花 当做食材来做在我们的那个平时膳食当中 用的比较多 我们自己家里也种菊花很会长的了 你只要把这个头 头熬一下 插在地里 它就自己会长出来 其实菊花有不同的品种 比如说像张青老师的家乡 有杭白菊 对 杭白菊 那有不同种类的菊花 分别都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其实作为菊花呢 大家的功效差不多都一致 都是疏散分热 清干明目 只不过呢 因为它颜色的不同 产地的不同 导致了它在功效方面呢 有所特长 像这个黄菊花呢 比较常见 就跟嘉宾席上的这个也是一个黄菊 但它是一个观赏菊 观赏菊 对 我们的药用菊呢 要比这个小一点 浓缩的都是精华嘛 这个药效会更好一点 那么黄菊呢 有很好的疏散分热的作用 所以呢 它一般会用在什么时候 我们呢 头疼 脑热 然后需要来轻轻外携的时候 我们在历史上就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方子 叫做桑菊饮 用桑叶和菊花的这种搭配 来疏散分热 治疗感冒 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当然了 白菊花呢 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很好的清干明目的作用 这是我们平常和狗子一起泡的 其实呢 你要想达到护木的这个目的呢 你泡白菊相对比较好一点 你要想使自己的头脑清醒一点 你泡点黄菊 所以还特长是不一样的 特长是有点不一样的 但是整体功效还都是有它的一致性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有了稍微的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种野菊花 它有很好的轻恶解毒的这种作用 所以你有这种臃肿疮毒的时候 你喝点野菊花 效果非常好 就是更加地去火一些 更加地这种去火 清热一些 对 那么除了重阳节我们要插猪鱼 要赏菊 饮菊 食菊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风俗和传统呢 张青老师 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 重阳节呢 就是登高 我们会爬山 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呢 一个是锻炼了身体 还有一个呢 就是祈求自己身体健康 事业步步高升 预计好 对 所以呢 我妈妈也很喜欢去爬山啊 去锻炼啊 小时候经常带着我们走 现在呢 重阳节的时候 老人家 因为我爸也91岁嘛 老人家身体也老了 不像以前可以带着我们 箭步如飞 登顶一览众山小 对 所以这样 在这个节日里面 登高是绝对不可少的 一项活动 雨童 会去登高吗 重阳节 陪着爷爷奶奶一起 重阳节有些时候我是会的 就比如说吉祥山 那种地方 就不仅会锻炼身体 这也是一个习俗吧 并且就是去爬山 我最高兴的也是爬到山顶之后 那儿有冰棍 可以吃冰棍 爬那么高 就是为了买根冰棍 好吧 来 王楠 会不会 爬山啊 我说实话 我比较懒不会 但是我父亲 他们一直坚持着这个习俗 就是那个时候呢 我父亲呢和我母亲身体好 会带着我奶奶一块爬山 近两年呢我奶奶半身不随了 所以父亲母亲岁水大了 就不爬了 那个时候我还上学 那正好是赶上叛逆期 怎么可能跟父母一块出行呢 难道你不为了山顶那根雪糕吗 那我哪像他这么小啊 那时候我都上高中了 好 那我们在重阳节 为什么会有登高这个习俗呢 在重阳节登高的这个习俗呢 其实说法也是非常多的 第一呢 古人是非常讲究的 我们呢 在清明节前后呢 会有一个习俗 是叫做踏钦 踏钦的意思是什么呢 告诉自然界 哎呀 阳气开始出来了 我也要开始活动了 我来给你告示一下 我要进行相关的活动了 那么等到了重阳节的时候呢 万物开始凋零 我们进入到脸藏的这个阶段 所以呢 就有一个雌青的一个习俗 你就得去登高啊 去自然界里面啊 告诉他 哎呀 天气开始变冷了 我不能够再出来了 我给你告别一下 所以这是清华院所藏的一幅十二月令图 描写的就是九月登高的场景 第二点呢 在秋天的这个气候特点呢 是天气上升 地气下降 大家也知道 登到山顶上以后 你呼吸到的这个空气感觉怎么样呀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清爽呀 庆人心疲异 是啊 所以这也是我们古人 在登高的时候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深呼吸一下 这样 使自己的身心愉悦一下 这是我们登高的第二个原因 更好地接触到大自然 那么第三个呢 登高呢 则是为了干什么呢 大家可能一个人去爬山 估计比较寂寞吧 往往都是呼盆唤有 就刚才像张杰所说的 祖团去呀 大家呢 有说有笑 这也是一个团聚的一个日子 对 我想在重阳佳节呢 我们可能不仅仅说 要给父母呢 发一个微信 或者是打一个视频电话 我们应该去接上父母 组团 带上好吃的好喝的 一同去登高 不仅可以让我们的心旷神怡 同时也是陪伴父母 团聚的好机会 是 好 那我们爬山了 我们到了山顶 一根小冰棍 估计不太能够满足大家的胃口 所以现在呢 要请教大家了 这个重阳佳节 我们都吃下什么好吃的呀 王楠 吃山不爬 好吃的我得吃 这让我爸说吧 这我不好意思说的 正在山顶等着我们 是吧 我爱爬山 年轻的时候 他不爱运动 他在家爱吃螃蟹 我也爱吃螃蟹 对 尤其现在螃蟹肥了嘛 是吧 他爱吃螃蟹 好 那吃螃蟹也是我们 重阳节的一个习俗吗 应该算做一个习俗 说到吃螃蟹 写得最生动的 莫过于唐伯胡 所写的江南四季歌 左吃蟹熬又吃酒 不觉今朝又重酒 一年好景醉丝时 菊绿城隍 洞亭友 描写的就是在 农历九月的时候 我们吃螃蟹的这种 得意的样子 使我意气分发 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应美景的这个过程 有美景 在家美食 使我的心情达到 很无比的舒畅 所以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重阳节的时候 我们也拿着螃蟹 喝着酒 跟一家人团团聚聚 欢乐融融 为什么在重阳节 要吃螃蟹呢 因为我们老祖宗 也有一个传统 就是在当令的时节 吃当令的食物 到了这个九月的时候 这个螃蟹 是最为肥美的时候 所以煮一锅螃蟹来吃 也是很不错的 而且更有讲究的人 是什么呀 叫做九瓷十雄 什么意思呀 在九月份的时候 要吃母螃蟹 到了十月份的时候 吃这个公螃蟹 九月份所吃的 这个母螃蟹 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它能够滋肾润肺 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在秋天呢 吃这个螃蟹呢 我估计大家肯定 不能放过那个什么呀 蟹黄 这个蟹黄呢 一看高滋样的这种感觉 其实也恰恰主导了 我们从秋季 将要展开的养生活动 我们古人呢 强调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到了秋冬这两个季节的时候呢 我们要开始 适当的这种敬礼 所以在南方地区的时候 你可以看哈欠 等到了秋天到了以后 就有吃这个高芳的这个习俗了 所以这个高滋高滋啊 它是有很好的 这种补益人体的这种作用 您是说我们要吃蟹膏了吗 可以啊 这个血肉有贫之品嘛 可以滋补下源 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 补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这种啊 所以在重阳节的时候 吃螃蟹 吃蟹黄 一个重要的启示作用就是什么呀 我们可以适当地 进行身体的这种调补 进入到我们的储备期 太好了 突然想起《红楼梦》里的经典片段 我们可以赏月 饮酒 对诗 辖蟹 那你的蟹是不是现在可以给我们展示了一下 哇 雨童你看 刚才雨童悄悄跟我说 都把我说饿了 童童 童童看你身后有什么 大螃蟹 小朋友给你吧 我这晚上回家 我还得吃更大的 你要说什么 谢谢 童童看到大螃蟹 高不高兴啊 高兴 爱不爱吃 爱 你能吃几个 我就是我不是非常爱吃蟹黄 就经常我就吃那个腿 我几乎一顿能吃二十多个腿 放开了 跟我明白了 我特别喜欢跟他组团吃螃蟹 你吃蟹黄蟹高 对 还得吃蟹腿 对 但我可以给他泡 这是对的 重阳节嘛 敬老 他对他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也对也行 也行 儿童节的时候 吃蟹黄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你们家除了吃螃蟹之外 还有什么好吃的呀 就是还有那个花糕 花糕 你带了没有 就在这儿 你的这个 哎呦 你这是你们家蒸的花糕啊 对 真好看 这是我自己做的 我和妈妈一起做的 就是做的 重阳节的时候 我们在家里都会做重阳糕 因为重阳糕 它之前是杨静廷有一首诗 我们俩一起给大家背一下 好不好 中秋才过又重阳 又见花糕 各处忙 面颊双层 多早立 当言题句 傲流 娘 好 它应该是流郎 但是我们姓刘 是女孩子 所以就刘娘 就是传统的这个花糕 就从我们这首诗里能够听出来 它是两层的这个米 然后中间会夹了很多的枣和栗子 说的我都馋了 我们这个可不一般了 这个像彩虹蛋糕一样 彩色的 对我们这个是五彩花糕 然后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 我们又有了创新 但是这些颜色其实都很健康 也都很有营养 就是最底下的是绿色是菠菜 上面黄色是南瓜 然后橙色是葫芦 这好看 橙色是紫薯 它们都是用果蔬粉来做的是很健康的 不是色素 上面的对桂花 你说就是这个是我阿婆就是 在就是采的桂花 然后阿婆自己亮 然后装罐来 然后送过来给我们说可以做点糕点什么的 非常香 阿婆还说桂花也可以做 那个桂花枕也非常香 这么好看的糕要送给谁啊 雨桐 今天是重阳节要送给奶奶 太懂事了 太乖巧了 谢谢 奶奶把它切了 我们大家吃好不好 好的奶奶就等您这句话呢 好漂亮的糕啊 是很漂亮 还那么多颜色 一成 我们把传统共义 奶奶自己先拿一块 大块给奶奶 来 又好看又好 这是今天早上现蒸的 大家可以尝一尝 彤彤啊 来给大家分一下 那位叔叔阿姨 我也拿一块 好香 真是 好糯 给爷爷 爸爸 爸你先来一块 来一块儿 漂亮 谢谢啊 彤彤慢一点 在我们家乡吃那个重阳糕 就是 糕和 糕是 那个 谐音 步步高 对 所以呢就是 在 在每一个家乡 我相信他们都有这样的 就是吃糕 步步高 事业高 生活步步高 都有那个 就是对生活美好的 那个 寓意和向往 对 所以到了重阳节的时候 大家都会 咬一口糕 是 其实呢 在重阳节 吃这个重阳糕啊 也是有悠久传统的 大家也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人 在重阳节那天 都能去登高的 于是呢 有些人呢 就发明了 这个重阳糕 你既然不能出去登高 那咱们就吃吃重阳糕 以达到这个登高的 这种目的 那么 汉代的西津杂技 已经描述了 在我们的汉代的时候 我们在重阳节的 这一个习俗 基本上就确定下来了 它是这样说的 九月九日 配猪鱼 就是我们带来的猪鱼香囊 或者插一个猪鱼 食盆耳 这个盆耳 就是我们的重阳糕 盆耳就是重阳糕 对 这个耳是糕点的意思 这个盆呢 盆松的意思 其实人家也考虑到了 如果你做得过于紧密 容易难以消化 而且高嘛 高深 也得做得高一点 是这样的 那么吃这个糕点的 这个问题呢 对于我们中医养生来说的话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也知道 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 我们要想自己的身体健康 要时时刻刻顾乎自己的脾胃 所以拿这种糯米 所配成的这个糕 是有很好的补益脾胃的作用 而且呢 您想想那个糯呀 出外的那种高姿的这种感觉呀 它对比普通的大米 更容易滋养我人体 但是呢 我们的忌讳就在哪呢 第一 到了重阳节 天气已经转冷 咱们就不要凉着吃了 尽可能地热着吃 第二点呢 咱们在做这个重阳糕的时候呢 也可以搭配一点帮助我消化的这种食材 比方说 你配点这个陈皮呀 山楂呀 这一类的 使这个消化更好 以达到这种一举双得的这种目的 这样的话 既吃得好 又能够消化得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否则 吃了 消化不了 更可惜 也浪费了 这个 好 今天真的是长了很多的知识啊 老话说得好 养有贵乳之恩 押有反哺之意 在重阳佳节 我们要爱老 敬老 落实到实际的行动 我们就是要陪伴老人 登高 饮酒 赏局 品高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非常感谢陈教授的精彩讲解 看完电视 看直播 有问题 直接问专家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的直播 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到三组家庭 让我们祝愿电视机前的老人们 身体健康 节日快乐 一起走上健康之路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